同樣也是走到戶外 演出給大家看的 還有臺客天團金織演設 從2009年開始 金織的全臺走演計畫 今年邁入第100場的演出 他們在臺北的華山文創園區 舉行盛大公演 藝術總監王榮譽就說 走演是金織跟臺灣土地的親密對話 三一九鄉鎮工程 還沒有完成撞演計畫 上代繼續 創團二十一年主打經典台 未歌舞劇的金織演設 2009年開始投入全臺免費走演 如今邁入100場之際 在華山文創園區 獻獻上經典作《可愛冤寵人》 我愛你 可愛你 我愛你 可愛你 我愛你 1993年以創團作《普龍共揮揮》一炮打響金織的名號 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松果烏拉的團名 其實取自人類文化史書籍 我就看了一本書就叫金織 它是研究一個全世界的巫術 那我覺得演戲很像巫術 所以我就覺得金織很棒 那是一本書的名字 那後來一取的時候 它的構成就造成因為金織就是台灣 台灣一個以前的女性同胞的菜市場名 所以它的本土的那個味道就跑出來 你應該很辛苦 不會啦 會啦 本來會啦 創作取材自台灣土地 金織的表演就和團名一樣 有著濃厚的香土味 而2009年啟動的全臺走演計畫 在網榮譽的心中 是金織與台灣土地的親密對話 也是文化種子的散播 很像種子一樣 散播在台灣這片土地上 什麼時候開花結果你不知道 但是你沒有撒種子就不會有 深入民間散播藝術種子 對網榮譽來說 從土地長出來的文化最為動人 而戲班長大的他還想把觀眾 找回戲頭下 我從小是在戲班長大 也戲班大小的啦 所以我就覺得說戲劇 應該就像以前那種歌仔戲劇 任何地方都可以做演出一樣 所以帶到全台灣各個角落 去這樣子 我很喜歡把觀眾找回戲盆下的那種感覺 只是理想與現實的距離 也曾讓金織在走演初期 遇到沒有觀眾的窘境 從戲迷轉為大力推動走演的贊助者 黃惠美見證這一段點滴在心頭 我記得當初的時候要開演了只有三個人 只有八個人 我跟王導演講說怎麼辦 三個人八個人怎麼演 他說繼續演照常演 結果呢到最後的時候 這個場居然有兩三分的人 這娘好聽而已 不然我們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 你有想要吃肉燈嗎 萬里長征全台走演 精致演設319鄉鎮的工程 為完待續 也期盼各界能夠共襄盛舉 讓更多人共享戲盆下的 單純幸福